我赢了 黄神 你把这么恶心的东西 带过来干什么 吃啊 你们别看这么丑 但肉质吃起来很不错的 吃 这 这东西能吃 会死人的吧 待会你尝尝就知道了 你们二人去帮忙 用这个 你还带了这个 这个是个好东西 有了这些 肉更好吃了 撒上香辛料 将上面最嫩的地方 搁下来 送到贺莲叶的面前 尝尝 我保证 味道很好吃 黄神 黄叔对这个不喜欢 我来试试 花音落下 盘子就被人拿走了 怎么样 味道还行吧 嗯 还不错 你们也尝尝 真的不错 哎 这味道还真不错呀 肉质嫩滑 一点腥味都没有 我没骗你们吧 我说好吃 就是好吃 吃饱了之后 江银随手处理 这才嘴里叼着一根牙签 将男人从树上放下来 说吧 把我们带过来是谁的主意啊 啊 我说 我说 这些怪物 约莫在几个月前就出现了 在这里大肆祸害生灵 附近丢失的孩童 都进了这些怪物的口中 他们没吃 啊 他们没吃 如果吃了的话 他们的肉质会发生变化 产生腥臭无比的味道 可是 可是附近的孩童 都是被他抓走了 你也说抓走了 抓走也不能说明是他们吃了 最起码我吃的这只老鼠 就没有吃过人肉 为了证明自己说的没错 眼睛一转 走到另一个老鼠身边 将他的肉割掉 江银见大家的反应太大 一把火给烧了 黄叔 你闻不到臭味吗 回净中之后 让爷爷带你去慎行司玩个几天 你就明白这味道不算什么 不要了不要了 黄叔 你别下汁 这是胆子小 经不住下的 不过经此一事 大家也明白了 江银没有说谎 吃过人肉的老鼠 肉质腥臭无比 味道令人怀疑人生 黄神 您是通过什么 发现这两个怪物的不同的 惊艳 黄神威武 好了 继续回归正题 继续往下说 你就说说 为什么要引本王过来 说什么大金矿 你糊弄本王呢 屁erel本王